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您現在收看的節目 是我們在5月27號 跟大家所做的專業台股報告 提供大家最專業的解盤分析 希望對您的操作能夠有所幫助 也期待能夠跟您一起來 征服股海共創雙贏 好 今天台北股市 我想很多投資朋友 一開盤的時候都很興奮 因為看到報紙都在寫 寫說現在歐美各國陸陸續續 都開始要解封經濟了 然後各大生技場 現在在研發所謂的疫苗 好像都有不錯的進展 要進入到所謂的 一起臨床實驗了 美國股市昨天倒窮指數 大漲了500多點 所以很多報紙都說 這個地方解封加疫苗 全球股市在歡騰 台北股市早盤開高 一度也衝上去 早盤創下了11069 看起來創下本波段新高 漲了72點 可是高興沒多久 指數馬上出現一個拉回 盤中還翻黑 跌了24點 那收盤雖然仍然是收紅的 收在11014點 小漲17點做收 不過我想很多投資朋友會發現 指數雖然漲 但是很多前陣子熱門的股票 尤其像生技新藥 這個疫苗的股票 防疫的股票 今天卻是殺生隆隆 包括像做口罩概念股 不知不得康納香 昨天還漲停板 還一堆老師在喊進 今天殺到跌停 開盤擊殺下去 對不對 做疫苗的國光生 大家也說 他最有實力來做疫苗 今天咧 昨天還在創新高 今天殺到跌停板下去 各位投資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當然我相信 有收看憲榮老師節目的 尤其我們的會員朋友 都不會意外 昨天憲榮老師 有沒有先提醒大家 當指數在這邊再度來挑戰 11000點大關的時候 重點後事還是要去觀察台積電 如果台積電沒有能夠過309的高點 那指數我跟大家講 就算過高都很容易再度的拉回 對不對 那今天早上也再提醒大家 這是5月27號 每天我給會員朋友的第一通指令 都是先跟大家來觀察 盤式的一個結構 來觀察今天該怎麼操作 那像今天早上9點20幾分 第一通指令跟大家提到 每股週二大到窮大漲了529點 看起來很強 不過也提醒 注意科技股NASDAQ指數 昨天是開高拉回 只有小漲15點做收 而且是從開盤到收盤 拉回了100點左右 那台股指數呢 早盤開高一度急拉 上漲了72點 手盤看起來是個多方量 142億 但是今天預估量 1600億上下量縮 而且旗指的漲幅小於現貨 再加上台積電開高漲個一塊半 但是只來到297 不要說309高點 300塊都還沒站上去 所以這種盤能夠這樣一路衝上去嗎 我說研判指數 開高震盪會做什麼 拉回的走勢 當然盤中還是要留意國際盤變化 跟個股結構的差異 所以今天你看到指數 開高震盪拉回對不對 收盤小漲17點 一度還翻黑 這都符合現隆老師 技術分析的規劃跟預測 那重點是這種盤 你說該怎麼操作 如果你在找盤 看到台股急拉漲了70幾點 覺得說國際股市都在衝了 我們不買股票不行 跳下去買 很容易受傷 那現隆老師今天 就建議會員朋友 既然大盤開高震盪有可能會拉回 我們應該是採取 當沖操作當中的短空 所謂的短空就是 早盤看到什麼股票 拉上去可能有大戶在出貨 先賣對不對 賣完臭 等到它壓回 等到它跌下來 買回一樣可以賺價差 那今天我們鎖定的標的 散熱模組當中 3324的雙紅 今天消息面有利多見報 說宅經濟乏微之下 筆電伺服器的需求暢旺 那雙紅本季的營收 樂觀看待 但是利多見報 我常常說重點 你不是要看到利多 就跑去買 也不是看到利空就亂殺 因為很多時候利多 大戶反而會趁機出貨 你反而要小心 那像今天有利多出來 我們去觀察 昨天股價已經拉高收紅 今天又有利多 你很多人想說 這應該會繼續衝吧 那我說觀察昨天的籌碼 發現主要買盤 疑似來自於短線大戶 那種做隔日衝的 那昨天買了 可能今天開個高就準備賣 而今天開高一度再拉高 看似大單敲進 吸引散戶搶進 在又多的時候 我說不對喔 小心這個有大戶 趁利多見報 拉高出貨跡象 好 來看一下 這今天的雙紅 如果把下半場股價來看一下 這是今天雙紅 後面把它遮起來 對不對 你會覺得 哇 早盤開高往上衝 這裡好強 應該是要趕快追吧 可是你會發現你一追 又追在高點 尾盤還殺到翻黑下來 對不對 就是如果你習慣做當衝 都是這樣 看著盤 看看什麼股票 哇 再擠啦 就趕快去追去搶 有時候運氣好賺個一點 運氣不好賠在裡面了 甚至很多人說 到最後都是賺少賠多 好 謝榮老師說 如果你有學過 我的操盤級技術分析 你就會知道 今天利多見報的背後 有大戶趁利多見報 拉高出貨 短線動能指標 這邊也翻黑出現轉弱訊號 所以這個可以追嗎 不行 今天要先賣後買 做個短空 那這是早上10點05分 發出的指令 短空快打當中標底 今天3324雙紅 技術面轉弱 轉弱記得就是要先做賣出 定價165到166之間 先做賣出 其實你會看到 當時的價位 10點05分發出通知的 就是在166左右 所以大部分的人成交 都是在165.5的一個價位 那等成交完之後 股價來看到 後來指數拉回 它股價也一波兩波的下殺 尾盤還殺到翻黑下去 我們今天沒有補在最低點 我們12點多 164.5的價位 通知大家買回 入貸為安 那今天賺的不多 這樣一塊的價差 假設做個6張 大概100萬左右的話 大概小賺個6000塊 沒有很多 但是至少怎樣 穩扎穩打的 又將獲利放進口袋了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看不懂這個盤 還在亂追亂搶 你甚至可能是倒賠的 但我們穩扎穩打 將獲利放進口袋 那憲榮老師要跟大家強調 重點不是我們賺多少 而是你看憲榮老師的節目 你要去注意 我們做股票的方法 就是所謂的SOP 就是很多人 當他在做當充 都以為很簡單 反正就是看到今天股票 什麼在拉 什麼在吃這個 這個漲的時候 趕快去追 如果有賺個兩三毛 就趕快跑掉了 就可以獲利入貸了 還不簡單就是這樣子 萬一沒有賺 就繼續放著繼續凹著 看看等到有賺再說 再來出 結果這樣做 很多人會發現 不是賺少少的 一賠就賠大的 不然就是常常 不小心就追在高點 被人家給出貨了 對不對 那萬一不跑 甚至就變重傷了 怎麼會這樣 所以我常常強調 做當充 不是你想像的這麼簡單 是有方法有SOP的 那很多人做到最後 就覺得怎麼賺都賺不到錢 是不是自己運氣不好呢 其實我常常說 所謂的運氣 就等於所謂的機率 數學上叫做機率 對不對 那機率其實在股票上面 是來自於方法的 如果你一直用錯誤的方法 從事喜歡追高殺低 追高殺低 你會發現賠錢的機率很大 最後你會覺得運氣不好 沒那個財運 然後求神拜佛 好像也沒什麼用 但是當你能夠找到 正確方法的時候 你會發現賺錢的機率就高了 財運就會越來越好了 對不對 那各位投資 關鍵就在於 很多人說 那不知道什麼叫正確的方法 所以只會追高殺低 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知道 你真的需要我們幫忙 與其你自己在那邊追高殺低 結果賠了一缸子 不如花一點小錢 來找我們 讓專業的人才來幫助你 對不對 讓我們誠心邀請你來加入 由我憲榮老師 親自帶領的極品操盤團隊 那我強調我的當衝 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不是每天在那邊追高殺低 更不會一天帶你殺進 殺出個幾十趟 我們的當衝 每天按照SOP 第一步先觀察好盤勢 決定好攻擊盤做短多 整理盤做短空 那像今天早盤指數 開個高 可是發現量是縮的 發現奇跡的漲幅比先或小 發現台積電還是偏弱 這種盤當然不能追 那我們就會採取短空先賣 再從一千多檔股票 找到符合條件的個股 那所謂的符合條件 先強調第一個 至少量要夠大 或者說成交金額夠大 所以憲榮老師不會帶會員朋友 去買一些那種低價的股票 六塊多 成交量才一兩千張 根本沒辦法帶會員朋友進出 看得到成不到 那我們不碰 憲榮老師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都好像專門做高價股 一百多兩百多三百塊的股票 像今天三三二四的雙紅 也是一百多 因為這樣的股票 你才好進出嘛 對不對 我們說一個會員朋友 要買個一百萬 如果他股票只有十幾塊 一個人要買個幾十張上百張 可是像這種高價股 一個人可能買個六張七張 就差不多一百萬啊 對不對 所以才好進好出嘛 那這是第一個條件而已 重點還要符合我說的 有轉折的訊號 果斷出手 並且遵守機率 理性操作 按照SOP下來 才能夠這樣有機會 用正確的方法賺下去 那今天雙紅看起來賺不多 可是你看到上個禮拜 我們也是用同樣的方法 找到群聯 當天也是利多監報 說第一季大賺了9.63 創歷史新高 發現有大呼趁利多監報 拉高出貨 轉若勳號出來 所以一早建議會員朋友 有沒有 292.5到293.5之間先賣 對不對 9點22分發出通知 9點26分 股價高點就是來到293.5 然後開始三波下殺 12點不到 已經殺到280幾塊 我們通知大家284買回 穩穩的將9塊價差 放進口袋裡來 4張 很多人那天開心 開開心心的做個4張就好 對不對 一口氣 一天就幫自己加薪個 3萬6起來了 好 隔天5月15號 漢堂 又是利多監報 第一季獲利創歷史新高 4月營收也創新高 年增率高達6成 我說又是有大戶趁著利多監報 拉高出貨喔 所以又建立會員朋友先賣 那天199.5賣到 殺下去195.5買回 這個也是4塊價差 操作個5張 也有機會2萬塊放進口袋裡來 所以你會看到 這就是我說的 重點是方法要正確嘛 對不對 那你說憲榮老師 怎麼去判斷一檔股票 有大戶在進貨還是在出貨 有轉強訊號還是轉弱訊號 這個部分提醒會員朋友 憲榮老師在 幾品操盤團隊網站上面 在我們的官網上面 都有一個超盤級技術分析的 線上教學 在雲端教室裡頭 教些什麼 你說你不懂技術分析 我從基本的道士理論 六大門派 K線形態波浪指標籌碼價量 有哪些優缺點 怎麼去把它靈活運用 融會貫通起來 我們從這些基礎教你 再來教你怎麼去掌握指數 轉折的關鍵密碼 重點是運用技術分析 教你怎麼去了解你的對手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看懂大戶進貨手法 出貨手法 你才能夠看懂什麼叫強 什麼叫弱 看懂什麼叫股價轉強訊號 轉弱訊號 讓你會買也會賣 那這些我提醒大家 不是要賺會員的錢 我們沒有額外跟會員收錢 我只是希望會員朋友 學會這些之後 有朝一日都能夠 因此提升自己的功力上來 來掌握賺錢的機會 自己就變成操盤高手了 那我們就是要這樣的一個方法 用正確的方法 幫助會員朋友 把複雜的事情變簡單 把簡單變重複 把重複做得更好 這樣才能夠繼續的 幫助會員朋友 好好把握賺錢機會 這個部分認同謝榮老師理念的 都歡迎大家跟好我們的腳步 好 那回來繼續來談到磐士的結構 當昨天美國股市倒窮大漲500多點 大家都說現在經濟要解封了 都說疫苗好像也快出來了 那真的是這樣嗎 先提醒大家 美國股市昨天倒窮大漲 但是注意到NASDAQ指數呢 昨天是開高創下9501 反彈的新高之後 收盤收在9340 有沒有注意到 開盤到收盤 拉回了70點左右的幅度 而且重點是創新高 NASDAQ的創新高之後 底下的技術指標 這是我自己設計的擺戰指標 已經二度高檔背離 這個小型昨天NASDAQ K線收藏黑指標二度高檔背離之後 這邊反而注意 美國科技股開始有轉弱訊號出來 那台股的部分呢 當消息說解封加疫苗 全球股市歡騰的時候 昨天已經提醒大家 後市關鍵當然在台積電 但是更提醒大家注意 當指數在這個月高檔盤旋 四度挑戰11000的大關 今天好像看起來收盤 又創新高了對不對 看似在創新高的時候 其實整個斜構 仍然在我之前所說過的 上升洩行仍然沒有改變 這種洩行會是最兇險的 因為它看起來好像還在創新高 吸引著散戶 喪失戒心繼續買 但是力道會越來越弱 越來越弱 而這時候指標也是同樣 二度高檔背離之外 無日均量已經連續三天下滑 而且跌破10日均量 量的趨勢在轉弱 再加上這個月融資余額 持不斷的攀高 指數卻是在高檔盤旋 外資買盤昨天買了140幾億 大家都說歸對了 我說不要急 小心假外資 果然是買盤只維持了一天 而且重點是起指前五大交易人 進空單現在還是有一萬多口 這種狀況 你要去跟他拼大的嗎 好好思考一下 很多人都說可是疫苗要出來了 疫情應該就結束了吧 默克這全球製藥大廠 最擅長疫苗研發的 都在加入到新冠疫苗的一個 研發競賽之中 可是 很多人以為這樣就代表 疫苗馬上就會出現吧 他們的CEO 莫沙東跟默克 其實就同一家公司 翻譯不一樣而已 他們的執行長提醒大家 所謂的疫苗研發 恐怕從開始到一年半之內 都很難出來 而在這之前 沒有人是真正的安全的 這一點要先想清楚 所以我只能提醒大家 每次行情的低檔 會有很多的利空 下的散戶賣光股票 大戶卻懂得趁機經貨 就像3月19號殺到8523 那時候恐慌沙盤跌破10年限 那時候融資追剿令 萬箭齊發的時候 憲榮老師跟大家講 短線隨時會反彈 甚至如果你認為是 正常的中期回檔 這裡也離低點不遠了 有沒有跟大家講過 這反而是低檔當中 利空準備見敵的時候 可是現在很多利多 在營養散戶全力馬進的時候 提醒大家 行情反而可能來到高檔 就算疫情能夠結束 各位投資朋友 你認為指數已經漲了2000多點 你在這裡買股票會安全嗎 你更要小心的是央行 提醒大家的 疫情過後 疫情就算結束了 恐怕都會出現反全球化 債務攀升跟經濟疲弱 成為常態的三大風險 那這裡面我也跟大家講 最大的風險是反全球化的現象 因為這已經正在逐步的發生 對不對 萬一持續下去 去想想1930年 為什麼會爆發三年的經濟大蕭條 除了前一年10月爆發股災大崩跌之外 這只是個預兆 一度也反彈 道瓊回到三字頭的高檔 可是後面經濟開始下滑之後 最後造成惡化的 就是當時美國總統胡佛 簽了一個斯姆特獲利關稅法案之後 對多國提高關稅 看起來是要保護美國的農民 卻引發了各國發起報復性關稅 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這才是後來經濟大蕭條 連續三年失業率高達25% 工業產值摔了46% 對外貿易減少70% 重點是道瓊 前一年還漲到歷史新高了386 股災過後反彈上去 回到300附近 後來經濟大蕭條 開始逐漸的下跌 跌到最後多少 不知不覺的最後跌到41點 幾乎高檔的一折價 所以這種狀況 你要跟他拼大的嗎 對不對 當經濟大蕭條萬一來臨 我希望不會啦 但是萬一來臨 當年巴菲特的老師班傑明 葛拉罕都差點兩度破產 所以巴菲特為什麼這次面對疫情 要報了歷史新高的1370億美金 不敢去炒底 甚至再大砍股票 去想一想 這裡真的不是讓你拼波段的時候 那怎麼辦 只有快打當衝作戰 盤中滿手 盤後空手 這才能夠讓你用風險最低的方式 但是又能夠穩扎穩打的 掌握賺錢機會 我們的當衝再強調一次 是講求方法 有策略 有方法的 每天按照SOP 昨天沒有好的機會我們就休息 今天大盤開高 看準要拉回 就找到股票 3324的雙紅 先賣後滿 賺得不多 小賺一塊 也是穩穩放進口袋 有機會像上個禮拜漢堂 四塊加差 有機會像群聯 這個一天就是可能四張 三萬六的機會 放進口袋裡 讓會員朋友靠著當衝作戰 穩扎穩打 用最小的風險 卻又能夠掌握賺錢的機會 讓家人過更好的生活 為了要讓更多投資朋友 也能夠用這樣的方式 提升大家的生活品質 憲榮老師特別幫大家爭取一個 這地方限時體驗的 388優惠活動 很多人可能至今沒有那麼多 我們用最最低的一個門檻 讓大家能夠來體驗 憲榮老師的一個 快打當衝作戰的一個方式 想要深入了解的 休息時間都歡迎來跟我們做聯絡 第二階段馬上再回來 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 極品操盤團隊 由河老師親自帶領 專業用心重誠性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參與專線02 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 高老師 極品操盤慘罪 入會專線02 27810909 27810909 限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那這兩天感謝很多投資網打電話進來 在詢問憲榮老師 極品操盤團隊的時候 有投資網都說 真的很認同憲榮老師所說的 這個階段大盤在1萬1的高檔 不是能平打的 當沖穩扎穩打就好 可是也有投資網問說 那他的資金不多 現在加入適合嗎 那他的資金不多 可能沒有辦法做太多股票 憲榮老師會不會帶進帶出 結果是賣推薦了一堆股票給他 這個部分我再三提醒大家 你放心 憲榮老師快打當沖作戰的計畫 內容很單純 我們每天最多就是兩檔股票 給你做快打當沖建議而已 不會給你一堆股票 叫你殺進殺出幾十趟 那清楚的告訴你要買還是要賣 清楚的提供進廠價 預設停損 預設活力目標 那沒有到價或是需要修正 憲榮老師都會在幫你看盤 沒時間看盤 老師幫你看 到了價通知你 需要修正也會通知你 當天進就是當天帶你出 絕對不會做凹單的動作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沒有那麼多錢交割怎麼辦 小資金來做當沖是最適合的 我們就是這樣的方式 像今天3324的雙紅 有沒有帶著投資朋友 早盤165.5成功賣到 殺下去164.5 小賺入貸 入貸為安 對不對 有機會像上禮拜群聯 一口氣大賺9塊價差 穩穩的四張36000 一天就開開心心 放棄口袋裡了 那你許要做的是什麼 只是跟著憲榮老師這樣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早上收到指令先下好單 到了11點多通知大家買回了 好獲利如貸 就這樣子可以當個快樂的當充足 幫自己多創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讓家人過更好生活 為了要幫助更多投資朋友 也能夠跟著我們 一起來征服股海共創雙贏 特別幫大家爭取一個 限時體驗的388 超值的一個體驗活動 活動只有三天時間 休息時間趕快來找我們 指名加入憲榮老師 親自帶領的極品操盤團隊 一起來征服股海共創雙贏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都不信仰 times 成功 賊的 在我們 在我們的作戰 賊成但 成功 成功 祥始終 成功